大家好,我是龍躍,今天為大家帶來新版本的段會考試教學 今天我們會進行一之三的教學,遲不遲我們現在就進去吧 首先和大家進行的想法就是要求你用武器讓精湛武器用一支砂弱的武器來做殺敵的樣子 因為...比如說我會比較喜歡用弓的 那弓速度會變得慢 然後有時候龍抽率也會比較... 也會比較低 所以是會避上一些困難 比如說之後呢 在廟裡打一個黃球 你射不中你可能要再拉弓再... 如果像這種機槍的話 你就可以往常速的 往少的過去 第一跟第二段的主武器部分 我會退彈大家彈在中間 因為怪都會比較... aggressive 比較有攻擊性 他們都會衝過來找你 第三段的話...他們... 比較會躲 所以我會推薦大家自己去... 找他們來打 第三段的... 怪物卸定基本上都是... 這次可以... 讓你很輕鬆地打得過 都沒有... 防禦力很強 輕鬆地... 所以可以輕鬆地... 應付 好 不好意思 好,這樣我們就來到第三段的段位考試了 在段位考試中我們要保持有一個冷靜的心態 因為如果不能進的話,可能有時候要PACO的時候 比如說要你一邊跳一邊射啊 這一種的話會需要到非常冷靜的動作,不要按摩扣 不然會就會死 要用上U.E.P.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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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打傷害者會一定要死 如果出席的武器攻擊爆的話 可以直接端出基本的攻擊力 接收以後 接收到大量的程序 長硬的把它加上去 就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好,這裡就是我們一次戰的段位考試家庭 這個情況 看著這倍是手 crimin的 我可以用在這個地方 看著我是吧 幫助理員